蔡依林27號出席保養品代言活動 說起最近因為專輯製作日程的調整 所以忍痛取消原定10月11月的海外演出 她也當場向歌迷道歉 蠻對很抱歉 然後我也覺得很可惜 但是其實只要能做音樂的地方 我都會還是先比較好奇一些 希望有機會再去 而之前也被台灣粉絲問到 有沒有機會在戶外開唱 Jolin也回應有看到粉絲這樣說 如果時間允許的話 自己也很想體驗看看 而被問到大家最關心的新專輯 Jolin也透露了目前的進度 我很希望可以再多寫一些東西這樣 今年有機會聽到你的完整專輯嗎 呃 渺茫 啊 單曲可以 對我會我單曲可以 專輯還沒有 經紀人也表示 今年有機會推出一兩首單曲 不過跨年級明年的演出 目前都還沒有安排 歌迷們也只能再等等囉